蘇貞昌被這個大家包圍著 然後民進黨立委在外面護駕 護駕說他原本要去做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的過程中會有非常激烈的質詢 都不用了 今天蘇貞昌的施政報告只有57個字 他就說 蔡副院長 各位委員先進 曾昌應邀來立法院做施政報告 就是要讓國家安全 社會安全 人民安心 台灣理性發展 經濟成果全民分享 謝謝大家 報告完了 然後他就下班了 蘇貞昌今天掰掰了 他就結束了 你覺得國民黨做這樣的杯葛動作 對蘇貞昌來說是加分還扣分啊 如果一個院長只講57個字 就做完施政報告 我個人會覺得 過太爽了啦 這個如果我這樣子被包圍講57個字 那到底是誰公誰果 對啊 因為國民黨他們用這個癱瘓主席台的方式 去做這個 讓蘇貞昌沒有辦法施政報告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 但是也不是看第一次了 就感覺國民黨他沒招了 他沒有辦法用議事 或議事規則 或者是質詢來讓這個執政黨難堪 他就只能用這個癱瘓力願的方式 國民黨不可以好好做功課 對 然後針對蘇貞昌的施政報告好好去問 把蘇貞昌問倒 然後讓人民發現 你是個有監督能力的政黨嗎 對 早上一看到新聞就又來了又來了 就是沒有招了嗎沒有其他部署了嗎 就只會癱瘓主席台嗎 可不可以換一點別的來 那我覺得說這個新任的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未來要怎麼樣帶領這些立法委員 一起在立議院做一個最有力的在野黨 這件事情其實挑戰很大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馬上是2022的選舉了 那就是議員跟這個市長的選舉 那當然大家就在討論說 朱立倫有沒有辦法帶領這個國民黨贏得 2022台北市的選舉 那甚至大家就高度的連結這一次 這個朱立倫在台北市的得票率 就是說他只有贏這個張亞中256票 那會不會這個張亞中會來選台北市 我自己認為張亞中因為他高度連結韓國瑜 甚至在2020年的時候大家就有討論說 韓國瑜要不要來選台北市市長 那會不會造成這個蔣王安的這個趕進插絕 讓他沒有辦法選 我覺得這些東西也是後續 朱立倫不放過任何拱張亞中的機會 跟我一樣唯一支持張亞中 張亞中因為這不是只有民進黨看而已 連台北市的得票數都看得出來說 朱立倫只小贏256票 這個很誇張 因為其實在國民黨的黨員票數裡面 37萬的黨員這次投票率一半 18萬的黨員 裡面有8萬人是黃副興黨部的 然後甚至台北市新北跟高雄 都是黃副興黨員的大本營 所以說未來國民黨要怎麼樣選台北市市長 他們會不會開始又有另外的一場內鬥來看 這個看起來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甚至連張亞中都去酸蔣萬安說 為什麼你不幫你的祖父講話 國民黨的核心價值 這個蔣經國蔣中正 為什麼你沒有捍衛他們 這個被民進黨調侃等等這些事情 就可以看出來這個內鬥已經 巧巧的又再上演了 所以朱立倫未來要怎麼樣帶領國民黨 在台北市新北市的選舉 當然台北市是重中之重啦 有沒有辦法拿下台北市 這對他們來說是最大的挑戰 那因為我曾經也當過朱立倫在市長時期的市議員 朱立倫這個黨主席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是他那個比較講直白一點 比較公子哥的個性 他怎麼樣放下他自己的身段 去扶選議員 或者是扶選這個市長 或者是在他們內鬥之中 再被挑起那個敏感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朱立倫的課題也是蠻大的 那你說他的課題是3Q嗎 我個人不認為 因為你要去幫著一個沒有選上的人 去罷免一個選上的人 其實所有的數字端開來看 包括了這個 包括了這個我們的 陳柏惟的這個立法院的質詢 跟提案數 都在鹽框橫之上啊 你要罷免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課題呢 其實我覺得後者其實 才是朱立倫最大 要面臨2022這個市長選舉 提名的部分 原則身為朱家俊 我還是特別給你一分鐘 簡短回憶一下吧 還是你不想回憶 沒有啦 我覺得可能大家對一中各表 到底什麼意思 可能不是非常了解啦 一中各表不是說我們對大陸表 中國表或中國對我們表 不是啦 是大家各自對外表啦 那你看這個並沒有什麼 什麼舔弓輕忠問題嘛 人家他的賀電過來 他上面也沒有寫共產黨 或者是寫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年嘛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幾年啊 他都用的是公園啊 那他也沒有啊 但他也沒有刻意去操作一些 就是去刺激你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賀電 他就是一個禮貌性的往來 同意啊 他常常有同意 那至於 就是說大家也不需要說 他講每一句話都去跟他辯論嘛 因為他這個只是一個賀電的往來 他並不是一個辯論比賽 也不是一個談判的文件 像蔡英文總統也有送花給朱立倫嘛 他說克服重哨嘛 然後民進黨立委又一直罵朱立倫 那難道我們會阿Q說 你們這立委怎麼可以打臉主席呢 主席都說朱立倫很棒 你們還罵朱立倫 沒有那個就是一個客套 那就是個禮貌 我覺得到底朱立倫的兩岸路線是什麼 要看他自己就是在正式場合講的算 OK 好 那反正時間有限 給我30秒 好 要講講話 來來來 蔣萬安被張亞中一句話嗆爆 大家一定很好奇哪一句話 張亞中曾經說過要終結王孫情節 也就是他是末代王孫 糟糕了 攝政王跟蔣家做一個脈絡之間呢 有餘量情節 所以王孫情節講的是什麼 張亞中要當攝政王 我才是蔣經國的路線 那是你們阿祖阿公的事情 不要再拿蔣家的路線 在這裡照撞面 蔣萬安一定有無奈 我沒有啊 我很想跟我們蔣家撇清關係啊 所以重點是什麼 這就是實力原則 他在台北市張亞中 26個開票所贏了一半 所以剛才你講的數字嘛 這兩者是什麼呢 其實蔣萬安啊 現階段屁屁錯 就要看張亞中一句話 忽然被人家呼群保一登高一呼 說我也要直求退決 我已經打完了美好的一兆 黃花崗第十次革命失敗了 下一次的武昌起義就在台北市 哇 蔣萬安就在想 糟糕了 這時候如果要比民調 你有把握嗎 所以蔣萬現在的處境呢 很尷尬 不說話也不是 說話也不是 我剛才說了 四個是末代王孫 或者是呢 王孫情節 好 我認為啦 如果張亞中去國民黨 去台北市長選舉的話 我們又有好戲可以看了 我很期待這件事發生 所以我繼續唯一支持張亞中 你走在哪一條 你走在那邊